民進黨在4月12號的時候 是正式提名副總統賴清德 為民進黨的下一屆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被提名之後 他其實也放下了 這所謂過去不沾鍋的性格 加強出席企業活動 因為過去他是很少參加的 我們知道12號一被提名 就4月15號 首站的信賴之友會的台南分會 也成立了 為什麼第一站選台南 大家也都知道 賴清德過去是台南市長 所以台南市一直被說 是他的政治本命區 所以這也彰顯了賴清德 過去的長久布局 而這個信賴之友會分會成立 當天這也是非常的熱鬧 可以看到不止有他過去 跟他關係很好的醫師 牙醫師 會計師等等 像律師 建築師 中醫師等 六師 共襄盛舉之外 很多的台南企業人士也到場了 幫賴清德操盤組織的人是誰 我們來看到這個人叫做康英寿 台北人可能都還比較陌生 不過台南人都滿熟知的 這個人是賴清德的好朋友 他也承接這個黃仙柱 也就是祝先的過去的一些組織 來操盤他的本命區 那麼他的信賴之友會的 全國總會理事長是誰 是這個全國建築師公會的理事長 他來擔任信賴總會理事長 他叫做劉國龍 至於分會 台南分會的理事長 則是請出了智威科技的前董座 黃仲銘來擔任理事長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描旁邊的QR Code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新聞訊息 讓你一手掌握